觀眾近電影院感受 聲光刺激的觀音體驗 不過票價三百起跳 而演唱會門票更是動輒破千 真的好貴 財政部長張翠雲透露 娛樂稅上限至少減半 電影院演唱會主辦單位 皆大贊這是利落錯失 消費者跟滿心期盼 能反映在票價上 很貴啊 大概降多少 大概兩百七吧 就是不用花那麼多錢啊 感覺他們降一百 差不多了嗎 降一百 歌詞是演唱會 衣服表演率率落在5%到10% 像近兩年很夯的棒球賽 稅率則落在2.5% 如果地方政府願意停徵 渴望有降價空間 球迷可謂滿心期盼 不然的話降個五十一百 其實對我們而已 也是算還不錯 如果對我來說的話 以其降價的話 不如球隊可以提供我 更好的東西這樣子 減徵娛樂稅已經爭取多年 如今有望減徵 能造福娛樂產業 是否會回饋給消費者 由於各地方訂閱稅率 只有0.25%到1% 業者坦言降稅空間很有限 目前現場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環境不像遺忘一樣 所以經營上沒那麼容易 那如果能夠停徵娛樂稅的話 其實對於影城經營 也是有個一定程度的幫助 影城樂見減稅政策 不過考量經營成本 其實很難就比例反應在票價上 消費者期待恐怕要落空了 記者黃宜俊 郭宇軒 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